在日本 我们是一群没有家的孩子 喂 儿子 怎么不跟我视频呢 现在这个地方往不好 每次和儿子聊天的时间 越来越短 我们不在身边 也不知道他吃得好不好 住的环境如何 我总拒绝你的视频请求 不是不想念你的脸 我只是不知道 这样的我 还值不值得你骄傲 其实我不怕辛苦 我知道成长 意味着承担 那个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 早就被生活打磨出另一种样子了 我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 不敢告诉你 我的你放心 其实是我想你 走在东京街头 跟人群擦身而过 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都没有 真想告诉你 这里的月亮 好像没有家乡员 我想念 不管回家多晚 你都给我留一盏灯 我想念 放学以后 推开门就闻得到的饭菜香 有你们在的地方 是家 是力量 是安全感 我也想要给你们安全感 我可能走得很慢 但我不会后退 跨越山海 我不要得过且过 自己选择的跑道 这一次 我想要用行动证明 其实你们不能在前面为我指路 我也能勇敢地 一直往前冲 新的城市 新的朋友 新的挑战 新的家 每一天 迎接更多可能性 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曾经 你们给我的家 是依依不舍 是念念不忘 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温暖 是一千五百公里 两个半小时的航线 而现在 家也是推开门 就看得见的温暖 你呢 留学在日本 有没有找到一个懂你的房子 照顾你的一日三餐 鼓励你认真备考 安慰你打工后的疲惫 陪你入眠 我认真央的一日三餐 因为你从来 是一日三餐 都在一日三餐 我认真央的一日三餐 都在一日三餐 对我认真央的一日三餐 我认真央的一日三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